看到素人被公开要求下跪 才明白现在的明星有多高贵 这是一档明星和素人一起经营旅馆的综艺 本该是一起分工合作的事情 结果明星们却把厨房留给了素人邱老师 而他们每天则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 带着客人放风筝爬山 面对这样的区别对待邱老师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每天尽心尽力帮大家准备一日三餐 一天隔壁旅行社组织一次攀岩活动 邱老师提起了兴趣想拿出半天时间攀岩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向何岁请假 对就今天很想出去 我们能把工作做完再出去吗邱老师 何岁这语气简直充满了不耐烦 于是邱老师只能做好十几人的午餐 并且保证会按时赶回来做晚饭 才拥有了出去玩的机会 中途在外面玩的李静给旅馆打去电话 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客人的晚 电话旁的程晓月满口答应了下来 丝毫不提邱老师出去的事情 你看今天晚上人多让他赶紧准备饭 想好了啊 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下命令 一个是敷衍着答应 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为客人做饭 只是把任务全权推给了邱老师 明明是一个人团队经营的综艺应试 被他们完成了休闲度假节目 直到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李静才游玩回来 但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丰盛晚餐 而是一片狼藉的厨房和客厅 眼看自己布置的任务没有被完成 李静气到满院子找人质问 厨房一塌糊涂 他就是要去 他就是要去六点十几口的人吃饭 谁管啊 我们是一个团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就不能走 和岁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邱老师身上 但他整天都和程晓月待在旅馆里聊天 眼睁睁看着时间流逝没人做饭 更可笑的是李静一本正经埋怨邱老师 甚至都把团队概念搬出来了 原来还有人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 团队是离开邱老师就吃不上饭的吗 此时的邱老师因为下雨被堵路上 好不容易赶回来直奔厨房帮忙 但没想到大家没有丝毫关心 甚至和岁还阴阳怪气说有人要跪下 有人要跪下 邱老师手足无措的道歉帮忙 却被在场明星集体孤立了 白色刨上去的那个知识 我有带 还会弥补的 还会弥补的 我会跪下的 哎呀呀你赶紧去 和岁甚至把嫌弃写在了脸上 不耐烦地推开邱老师的拥抱 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邱老师的错 眼看局面无法缓解 邱老师只好拿着吃的找李静当面道歉 想不到李静真的拿出了家长架子 高高在上指责起了邱老师 邱老师也只能在旁边低头搓手听讯 好不容易哄完人又要跑去厨房忙活 一个人承担了晚饭 还为大家制作了赔罪甜点 素人参加综艺真的太难了 既要承担所有体力工作 又得小心翼翼看明星脸色 而这些艺人拿着更高的片酬 却各种摆架子败高踩低 难道明星就真的高人一等吗